你不會覺得這條路為什麼會開到監禮站 我告訴各位 這個利益在哪裡 他們要從這邊要叫監禮站吐地出來 要吐地出來 然後我們再轉回來 這條路就要通到那個剛我們上來的向上路 這些利益在哪裡 你想想看 如果是你家的農田前面有一個這麼寬的道路過去之後難道還會是農田嗎 會變成什麼 建帝 所以你看到眼前的旁邊的地瓜就會變黃金了 還會變鑽石 就這樣子而已 在乎使徒在乎保安寧在乎國家安全在乎後代子孫的生存嗎 在乎錢而已 就只在乎錢而已 在乎錢之下呢 可以怎麼樣 可以睜眼說瞎話 我們社會可以容許睜眼說瞎話 一個路寬 這個叫做6公尺 然後這個叫做生態修氣的用途 你看得出來生態修氣用途嗎 然後跟他講說你超過6公尺 他們又回答說這個叫做避車道 避車道 說他們實際的路寬是6公尺 你看到超出6公尺的叫做避車道 是要讓車子看到上下山的時候有危險他們要避在旁邊的叫避車道 當然不是啊 但是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社會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們的執法者 我們的立法的 我們的犯法的 都在同一個集團 我昨天上課的時候講說那個買那個有毒廢物在今天下午我們去看的地方 你跟他講說你違法 他馬上去修法讓他就地合法 所以呢為什麼 之前 在上課的時候聽到 陳老師演講 他有時候跟我講說 我們都不大敢說 指點那個政府錯在哪裡 因為當你指點的時候你沒有把他 把他 打到底 問題會更大 因為我們民眾沒有出來關心 你沒有把他打到底問題會更大 就好像說去年我在開記者會看到那兩萬公噸的有毒廢物放在水稻田 每一個人看到都覺得會很 很不冷 但是呢 這個集團馬上修法說這是合法的 他立法在他們身上 我們的整個 整個生活是被控制的但是我們會覺得我們好像生活在一個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那這是我簡單介紹一下華南路 好華南路 那那個 我們請一下那個 柯律師 柯律師有在 不好意思 我們這次就非常高興請柯律師來幫我們解釋